黑龙江惊陷诡异女尸 与正常的棺果有所不同的是 棺果中的女尸面目猙獰 身体全躯 而棺果的四周更是布满了抓痕 就连考古专家看到这惨不忍睹的一幕都直言 简直是毫无人性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女尸的大腿之间 竟然有一滩褐色的液体 那么这滩液体究竟是什么呢 女尸又是如何死亡的呢 先给探长点点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建国初期在黑龙江奇奇哈尔市扎龙村 流传着一种可怕的说法 每当夜幕降临 在村东头的乱坟岗 总会隐约飘出女人低吟的声音 老一辈的人讲 这里有脏东西在诱惑路人 一眨眼半个世纪过去了 扎龙村周围建起了许多的工厂学校 1999年 黑龙江奇奇哈尔的扎龙村外 正在修建一条公路 突然在施工附近出现了一声巨响 打破了这个原本宁静的山村 村民们听到动静 纷纷跑出来查看 原来是在施工不远处的一座小山 发生了塌坊 好在施工队躲避得及时 工人们并没有受伤 当人们心有余悸地向塌坊的山上看去时 发现一片烟灰中露出了一个奇怪的大洞 他们围上去一看 发现洞中竟然有两口棺材 角落里还有些不知名的陪葬品 村民们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这哪里是什么山洞 分明就是个古墓 施工队在了解了情况之后 立刻就向当地的政府上报了这个消息 黑龙江文物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很快赶到了现场 并叫来了民警维持秩序 专家们的考古发掘工作 就在这片围观之中展开了 经过勘探 他们确认这是一座清朝的古墓 专家先仔细观察了这两口古墓 上面雕刻着奇异的花纹图案 根据棺材的材质 在古代来说属于上等 不过有些奇怪的是 其中一口棺材上 有着明显的被人强拆的痕迹 考古专家怀疑 早在施工队发现之前 就已经被打开过了 于是警察就询问周围围观的群众 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有个村民说 在考古队赶来的前一天晚上 村里有两个胆大的年轻人 趁着天黑偷偷跑来 把棺材给打开了 结果这两个年轻人 被棺材里的景象吓傻了 被人问起 在棺材里看到了什么的时候 这两个年轻人 一个劲地发抖 并且目光呆滞地 一直默念着 诈尸了 诈尸了 有鬼啊 他们俩的表现 吓得其他村民 也不敢靠近古墓了 这也越发使村民们好奇 墓中到底有什么 黑龙江惊现诡异女师 棺中女师面目争鸣 身体全躯 棺果的四周更是布满了抓痕 女师的大腿间 还有一滩褐色的液体 这滩液体究竟是什么 女师又是如何死亡的呢 随着挖掘的不断深入 专家发现 这是个夫妻合葬墓 专家打开左边的棺材 确定他就是墓主人 而且判断他还是清朝的一个三品官员 由于这座古墓 已经被好几波盗墓贼光顾 古墓中的随葬品已经所剩无几 墓中的许多东西都被破坏了 为了防止对古墓的进一步破坏 专家对古墓进行了保护性挖掘 但墓主人的身份已经无法进行考究了 而就在专家打开墓主人妻子的棺材时 却被眼前的场景给吓了一跳 一具诡异的骸骨呈现在众人眼前 他张着血盆大口 面目十分猙獰 眼珠直勾勾地向上瞪着 扭曲的大腿间 粘连着一团褐色的疙瘩 并且棺材内部遍布着大量的抓痕 这些抓痕深陷在木质的棺材板内 让人实在不解的是 虽然在地底下腐烂了几百年 但尸体的皮肤依旧有弹性 甚至关节处还可以自由地转动 这具女尸为何会死得这么痛苦 可惜的是 原本的陪葬品被盗墓贼一洗而空 只剩下地面上残留的骨壁 经过仔细地辨认 考古人员发现 这些铜钱的年代各不相同 这26枚铜钱中 年限最早的是康熙年间的 最晚的是乾隆年间 这说明这座古墓的年代 最晚也是乾隆年间 换个说法就是至今大概有两百年 当考古队员把女尸抬出来后 更加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了 只见这具女尸四肢扭曲 双手双脚都张开 并向上伸着 仿佛要抓什么东西一样 为何这具女尸呈现着这样的惨状 她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 带着疑问 考古人员继续发掘 清理出了一件残破的外衣 这件外衣的前巾中间 有一块方形的骨子 骨子的四周有几朵祥云 祥云之下丘陵环绕 丘陵上绣着花草树木 在花草树木中间 一个豹子微风凛凛的坐在树下 考古人员还在墓室内 发现一块捐刻着一排满足文字的灵牌 根据上面的记载和身穿豹子外衣 加上扎龙村的地理位置 考古专家终于知道了女尸的身份 这位女牧主是清朝康熙年间 驻守边关的告命夫人 摩尔根觉罗氏末氏的满清贵族 黑龙江惊现诡异女尸 观中女尸面目猙獰 身体全躯 棺果的四周更是布满了抓痕 女尸的大腿间 还有一滩褐色的液体 这对液体究竟是什么 女尸又是如何死亡的呢 专家猜测女尸是陪葬 但这种假设很快被否认 在牧室的结构中 左为丈夫又为女牧主 是一个四边形 中间隔断 左边墙体前面有拆过的痕迹 显然是后面拆掉后又垒上去的 牧室是女牧主死后修建的双人墓 女牧主先去世 去世时只有25岁 男牧主后面去世 死后棺材放进去 需先拆掉修建好的牧墙 就在人们疑惑不解的时候 考古人员发现 女尸口中只有一颗牙齿 这是不合常理的 25岁为何嘴中只剩一颗牙齿 专家推断 女牧主可能身患顽疾 长期吃药导致药物中毒 从而牙齿脱落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加深 经过化验 女牧主的腿间的黑色物体是一个胎盘 这时女牧主的死因终于真相大白 末世身患疾病 同时又怀有身孕 在生产时体力不支昏厥过去 产生假死现象 被误认为是真死 最终专家研究发现 扎龙村常年积水 积水下面是一个涌动层 导致牧室内十分干燥 女牧主在棺内醒来 痛苦挣扎耗尽了棺内的氧气 加上女尸身上有黑色粉末 这些粉末经过鉴定是防腐剂 基于以上原因 尸身不腐也不足为奇 在古代 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常见的 有些病明明可以进行救治 在古代却被直接判定为不治之症 最后眼睁睁地看着亲人离去 让人感到十分惋惜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